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两岸福贸协议九月份要在立法院新的会期审议了 面对外界的疑虑 包括了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高孔莲 还有商总理事长张平早 他们在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 都不忘再次的重申 福贸协议对于台湾经济会有正面的帮助 只要开发美国的麦当劳 美国的肯德基 这些数十遍进台湾 说以后台湾找不到牛肉面吃了 都要变成麦当劳了 结果现在我想台湾的牛肉面还是蛮无形 两岸签署福贸协议引发国内业者担心 商总理事长张平早出席论谈不忘消毒 能够这样来结合的话 我相信台湾服务业 未来在整个世界的竞争环境里面 一定能够取得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出来 对于受影响的产业会有一些辅导转业的措施 当然我们也希望国人都能够经由服务业的开放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包括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也出面喊话 两岸服务协议签订绝对不会发生 抢台湾人饭碗忧虑 面对两岸服务业发展超有自信 不过谈到主计总处16号将发布今年经济成长率数据 外界预测GDP2.4%还会再下修 那现在保三我们认为保三是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觉得能够保二就是非常不错了 那如果保二的话 我觉得表示说经济还没有完全的复苏 保守看待全年GDP还要再下修 因为观看六月出口年增8.6% 但七月衰退到只成长1.6% 民间投资也从年增的10%变成负成长 忘记不忘政府要如何带头拼经济 让民众有感成为极大挑战